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时间短 牵动面广 我们这个活动是由北美高校联合会发起的 那么我们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就是进行了所有的筹备 我们的所有的共同主席 所有的我们的北美好声音的主席团的所有的成员 群策群力共同去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一场盛宴 首届北美高校好声音今年2月份在洛杉矶正式启动 同时在休斯顿 明尼苏达 旧金山 费城 拉斯维加斯 温哥华和多伦多七个地区设立了分赛区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经过了线上线下的激烈角逐 共有6个合唱组及24位独唱选手参加了当晚的总决赛 合唱组金银铜奖分别由拉斯维加斯和谐之声合唱团混声合唱龙的传人 北加州东北同乡会艺术团女生小合唱年轻的新 拉斯维加斯男女生合唱梦中的俄级 个人组的金奖获得者男家大校友Sara Wine演唱的Memory 银奖是西安交通大学校友刘东演唱的今夜无人入睡 美国西北大学校友Christie Wong演唱的Live on Rose获得同奖 现场嘉宾对本次比赛给予了高度评价 普遍认为北美高校好声音总决赛对于团结北美的华人华侨 尤其是在高校校友群体中 对提升在美华人校友的凝聚力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北美高校好声音作为独具特色的品牌 为北美高校校友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艺的好平台 这是一项全新的大型北美高校校友音乐比赛 也是北美高校校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场歌唱总决赛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